咖哩 拍照 大家好,我是金雅 今天把这个东西找着了,让那个黑棍带上 看看合适吗,一点都不合适 黑棍这家伙股价长得快快了 以前海盗带上这个都没事 海盗就是胖子了吧,现在他带不上了 看,他比海盗现在都大 哎,既然他大了,海盗也弄不过他 咱一会儿把闪电给弄出来吧 让这爷儿俩在一起玩吧 接着,让黑客跟闪电比比气质 看看黑客的气质有没有压住他皮 看闪电见了他 有没有那股的胸地的 走 我看怕了,我去那儿看怕了 过来 赶紧给它套上 不行 看这爷儿俩 爷儿黑客 这长得越来越像闪电了 看这姿势 如出一辙的姿势 就是我们黑客是小鲜肉 可以 这个可以 走走走 还要拍这儿了 还要拍这儿了 我都听见口号 小心点 小心点 不去了 对他儿子仇恨还不 你知道那是你儿子是不是 我这是让你跟你儿子 让你开导开导你儿子 把这胆链给练上去 不是把这声音给练出来 你这倒好 你老老绳子干嘛呀 我把这儿子当过来 我 吃一块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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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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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叫了啊 你这儿子已经够给你面子了 知道吗 你知道他跟威力那时候对峙的时候 哎呦我靠 那家老绿的还老厉害了 你现在还凶呢 今天 闪电跟黑客他俩表现都不错啊 本身这个犬类啊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尤其这个狗成年了之后 不分父子不分母子 说干就干 说干就干 说打起来就打起来 他们一个比一个性格很凶猛 现在闪电对黑客还没有那么大的仇意呢 他出来之后 你看还陪着小黑客玩呢 小黑客扑打身上咬他的时候 黑客这个闪电 没有主动去反嘴去咬他 在护食这个方面 这是他们的天性 如果有食物的话 他肯定得要争夺 谁的本事大 谁的叫声大 他咱们才能吃到嘴里边 黑客呢表现也不错 今天不管是 不管是他爹还是他谁 上去也敢干 也敢咬啊 这性格慢慢的也会锻炼出来的 好